這個M1 A2是目前地表向最強的戰車 而最強的戰車它專門要賣給我們 而且叫做T是屬於專屬台灣的 我們先講說為什麼呢 是在先前的時候有一些媒體 比較親近中國的 有一些政治人物比較親近中國的 就想說你們看6月26號的時候 時代雜誌突然講了 為了要T20川普和習近平要見面 所以呢對於台灣的軍售暫緩批准 他們就好高興喔 說你看你果然的嗎 你台灣就是棋子啊 台灣就是不可能啊 美國棋子現在就不要你了啊 因為他要跟習近平見面對不對 所以就不賣給你了啊 可是呢川普的用意很清楚 因為我今天要跟習近平見面 要見面的時候要約會 總是先前的氣氛又好一點嘛 所以氣氛好一點 但是回來之後重啟中美的貿易談判 然後貿易談判之後 川普就告訴中國說 一碼歸一碼 我還是需要台灣 在整個西太平洋這邊 成為美國最強的追子 你中國不要想越來越太平洋一步 越雷池一步 我一定會把你擋到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M1 A2坦克車 M1系列坦克車 對美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對 全世界在80年代以前 二戰到80年代以前 全世界最強的坦克 就是蘇聯的 蘇聯的T34開始 一直到後來的T72 因為他們當時呢 其實二戰的時候最強的坦克 是德國的虎式坦克 蘇聯裸了一大堆 德國的人就做了T坦克 那過去的時候呢 美國M60以前呢 碰到蘇聯的坦克 其實都是弱的 都是差的 所以他們開始 全力的去做M1型的系列 從M1到M1 A1到M1 A2 然後出來之後呢 尤其是M1 A1在國灣戰車 第一次的時候 經典 打完之後 超露臉的對不對 打完之後呢 全世界稱為這個叫做戰車的經典戰役 你看 現在你看這一條呢 叫做坦克車的死亡公路 坦克車的死亡公路 400多輛的坦克車 全部排在這邊 然後全部被打碎了 然後就攤在這邊 這全部是蘇聯的T72坦克 在一夜之間 全部都變成了這樣的廢墟 嚇死人耶 然後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當時的時候就叫做左勾拳行動 左勾拳行動 當時的時候 海山不是占領了科威特 美國要打回來嗎 對 那時候的海山有大量的上數千輛 大概四千多輛的蘇聯的坦克 所以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來一個坦克的大決戰 所以他在這邊布了防線 那布了防線 那美國想說我要怎麼辦呢 他們就用M1系列的坦克 還有其他的以前的那個坦克 布萊德的坦克 左勾拳行動 從阿羅斯這邊走過來 再往打 就像我們左勾拳一樣 就往上一打 所以叫左勾拳行動 因為從這個地方往上面打 往上打 然後往上打的話 當時海山的部隊叫做全世界 第四強的路面部隊 他們說沒有關係 我就來圍你 那海山知道你打上來了 海山這邊的部隊就圍過來 這邊的部隊全部都過來遲援 4比1的比例 說我把你美國的坦克 通通殲滅掉 他的T7-2還有各種坦克 都圍上來了 4比1 他們接觸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 就傍晚的時候 海山繼續向你進攻 美國不怕 因為到了陸夜之後 全部黑茫茫的 然後就一片沙漠 所以一下子黃沙起來 10公尺之外 你都看不到任何東西 可是美軍的坦克 他的牆就牆在 他有夜市勁 他的夜市人力 1000公尺之外 開著清清楚楚 你前面都是黃沙 這樣開著清清楚楚 所以海山下去大量進攻 然後美軍就在那邊 一亮一亮地打 結果到最後天一亮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畫面 全部俄羅斯的坦克 全部攤在那邊 對 好幾排 因為他們的120滑膛砰 然後大概射程是2600公尺 而且我1000多公尺 我還就看到你了 你來一亮打一亮 然後海山的坦克 等於在摸黑一樣 像蝦子一樣 就棒棒棒棒棒 一直打 全部都被打 因為他整個後面還裝了 就MIA2以後 平右裝甲 平右袋 可以直接穿甲的 而這平右技術 是美國的獨門技術 這是有沒有賣給我們 不知道 那恐怕是不見得有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才造作 厲害 那個夜市到底那麼強 那麼台灣將來 拿過來之後 我們就會放在海岸線上 然後中共如果你的海軍 你的登陸艇 要晚上偷來的時候 一樣的1000公尺 2000公尺的海外 我就看到你了 交叉火網就給你直接打下去 真的休想月雷11步 對 所以要給我們這樣一個坦克 給我們這樣最好的武器 然後現在給我們108架 當然裡面有些狀況是說 道理它就是說 要跟我們台灣合作 做那個炮彈藥 因為我們現在的彈藥是105的 其實不要小看我們台灣 製造彈藥的能力 就是在波灣戰爭一樣 為什麼跟我們台灣合作 不是他省這個 是因為我們能力增強 你知道波灣戰爭的時候 他說子彈步槍 你知道是誰給的嗎 誰 台灣做的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是我們做的 就是美軍開始要打波灣戰爭 面對全世界最強的共和國衛隊 然後第四強的部隊 美軍要很多不槍彈 那長江不槍彈怎麼辦 美國來不及運過來 想說台灣很好 所以我們台灣的槍彈 來到我們的聯型兵工廠 然後聯型兵工廠 剛開始做幾千萬發 發現又精準 又整個的精度非常好 就跟我們不斷加定 最後我們做了五億科 所以波灣戰爭 美國可以把它打得那麼漂亮 除了這個坦克之外 後面那些阿兵科用的子彈 通通是我們台灣做的 所以我們提議台灣 也是波灣戰爭的戰鬥英雄 真的是功臣之一 好 所以我們看到 M1A2被稱為是 現在地表上最強的坦克 美國除了批准了軍售案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次真防空飛彈了 所以現在對我們台灣的 國防戰力來說是大大的升級 對 這次宣布的軍售項目 其實都符合國軍的需求 剛才講到M1A2 已經講過 過去戰功標柄 但是它配套採購的 像M88A2 裝甲救濟車 還M1070A1 重型裝備 其實也同樣重要 為什麼 一個很強力的戰爭 它必須要後面有好幫手 它才可以發揮戰力 我們都知道M1A2它是吃油怪獸 據統計 它400公升的油量 只能操作一個小時 你就一個小時要耗400公升的油 試想你家的這個汽車 大概一公升 一個油箱大概是60幾公升吧 所以它7輛 這樣一般商用車 這樣的油量很可怕 也因此你要長途運輸 你把這個車在路上跑 其實這非常不划算 所以國軍買這個重型裝備救濟車 就像美軍用吧 我要部署到遠處 我就用這個車打載 作為一個運輸的好幫手 不只好幫手 我們道路救援也同樣重要 M88A2救這個功能 哪怕小到故障 那大到可能掉到水溝 在稻田裡面出不來 就用M88A2 把它做快速的施救 這樣的救援好幫手 就讓M1A2在台灣 大家認為可能操縱體積過大 然後操縱不變 那讓它的整個劣勢 最小的與最小的